在大魏的宝座上 荣开始作王 千禧年的作王 但是 这个千禧年的正选跟作王 前面有一节圣经 我们读的时候要小心 就是前面应许什么 有一指示给我们 耶稣的诞生 但是后面有一句话 有很小心的解释 他的名称为什么 奇妙的测试 全能的神 他就是全能的神都没问题 但是下一句 永灾的父就麻烦了 耶稣是耶稣 怎么他是永灾的父呢 这个是和本圣经翻得不很好的 应该是永灾的源头 但是他把这个父的这个关联放进去 所以产生一些的异端 说耶稣是天父的法身 就是从这个错误的经文产生出来 都翻得不好 其实这个父这个字呢 在西伯来文里面有一个源头的意思 最高主权的意思 这个西伯来讲 西伯来讲 西伯来讲 尊贵称他不会回家王 因为按照古近东的习俗 他们一般称呼王为国家的王妇 就是说这国家的一个王 他会被称为妇 对 这是一个权柄最高权柄的那个意思的 但是 所以假如放着永家的父 我们读和本一定会变成了这个神格唯一论的异端 耶稣是天父的法身 你看永家的父嘛 不是这个意思 是指到一个父王的王权 源头权柄 是指高权柄的那个含义 就是说配合前面 他是全能的神 所以全能的神跟永在的父应该是一个平衡语句 来描写他的自高的权柄 跟自高如父一样的这样的一个权柄跟源头 所以我是顺带讲一下这个永在的父 那千禧年的性质 不像这个吴千禧年派或千禧年的后派 所解释的觉得千禧年只是个孰灵 耶稣在教会在信徒的心里面掌权 他们就觉得这个就是一个千禧年 不是这个孰灵的掌权 来自真真实实在地上 万国都要留跪这山 真的是在地上的一个公益和平的掌权的 一个的真实的政治权柄的掌权 所以我们来看几书的经文 我们看这个大义里书有两书的经文 第二章跟第七章 第七章我们刚才有读过了 我们先看大义里书第二章 大义里书第二章的四十四节 好 当那猎王在位的时候 天上的神必另立一国永不败坏也不归别国的人 却要打算灭绝那一切国 结果必存到永远 所以这个是一个地上的国 神要建立这个地上的千禧年的国度 跟过去历史的国度是并列的 但这是一个永远的国 然后再看第七章 但你说第七章都更清楚这个国 是怎么来源的 第七章的二的七节 一同来 国度权柄和天下诸国的大权 必赐给至高贼的圣民 他的国是永远的一切掌权的都 必赐奉他 顺从他 所以这是一个地上的权柄 要万国列国都要来顺服他的 而这个国度的掌权的中心是在哪里呢 在耶路撒冷 我们放在以赛亚书第二章 以赛亚书第二章 第二章的第一节到第四节 找到帮我们读 以赛亚书第二章 以赛亚书第二章 论到犹大和耶路撒冷 末后的日子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殿的山 必建立超福诸山 高举过于万里 万里都要什么 留贵这山 必有许多的国的民 前往说 来吧 我们登耶路撒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主必将他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他的主 因为教训必有 必出于喜安 耶路撒冷 耶路撒冷 好 再读下去 描写这个耶路撒冷的情况 然后这个弥撒冷 第四节 他必在列国中施行审判 为许多国民断定是非 他们要将刀打成泥头 把枪打成镰刀 这个不举刀攻击哪国 他们也不再学习战事 所以在这里看到两件事 这个掌权的中心是在哪里啊 耶路撒冷 那么 耶稣基督掌权 带下一个什么 和平的国度 不再有战争 带下一个公义和平的国度 那么在这个千禧年里面呢 有两样事情的福心 第一 信仰的大福心 好 我们看以赛亚书十一章第九节 以赛亚书 十一章 第九节 一同来 在我圣山的片处 这一切都不上人不害我 因为什么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要充满遍地 好像水充满阳海一半 所以在这个千禧年 耶稣掌权的国度里面呢 信仰大福心 认识耶和华的知识 是充满遍地 要再看 这个 四十五章 以赛亚书也是四十 以赛亚书四十五章 二十二到二十三 好 一同来 第一集的人都当仰望我 就必得救 因为我是神 再没有别神 我只得自己启示 我口所说的话 是凭公义 并不返回 万世必向我跪拜 万口必凭我启示 所以在这个末世的千禧年里面呢 这个 万世都要跪拜 这个 地级的人都仰望 以赛亚 所以千禧年里面 第一 信仰大福心 不单是信仰大福心 整个万物都复兴 怎么看出来呢 我们先看以赛亚书十一章 从第六节 觉得不可思议的 十一章 其实这是指到千禧年里面 的一个光景 从十一章的第六 到第九 找到吗 一同来 柴郎 》》《 regulations》 《يد的力》 《乔中》 《要静连牙扬你平》 《右智连牙扬你平》 《小孩》 《乔中》 《名乌年》 《乔中》 《乔中》 所以有没有看到 自然界万物都复兴 万物都和好 动物跟动物怎么什么 可以和平的相处 所以万物复兴 那这个万物复兴呢 回到伊甸园 原来这种的光景 再看看伊赛亚说六十五章 我们讲一漏了个五次 要打上去 所以动物不再彼此伤害 动物都会变成是vergetarian 是草的 不会去咬别人 没有没有 那个是在洪水之后 只是把果子给他吃 好 我们放在比赛来说六十五章 六十五章 从十七节 读到二十五节 那我们 有些合本的圣经 给他一个标题叫新天心地 其实这个标题是不应该放在那边的 应该是使到千禧年的光景 这个新天心地不是在这里 我们从十七节读到二十五节 一同来慢慢读 看啊 我照新天心地 从前的事不再被记念 也不再追向 照耶路撒冷为人所喜 照其中的苦力为人所喜 我并替耶路撒冷 我并替耶路撒冷欢喜 因为有爱心快乐 其中并不再听见 呼吸的声音 其中并没有树日有药和的灵海 也没有树树充满的老爵 因为白水死的人算孩童 有白水死的罪人算你被咒诅 他们要再建造造房子 祭祭祭祝福 在建造房子里 是其中的国籍 他们将建造的耶路撒冷 他们在建造的耶路撒冷 因我祝我的日子 陛下树木的人物狄之子 我选民新手lace革革革革革这 的必长久想奔 kok 他们并不逗人了 因为生败的灵魂革革革异 她的知诛更坏一律 他们安排的毅ando 遭我就迪你 贊旮和阳高洤再活 функ看 财狼与阳高同時 食指必吃草丸与牛一样 成一步并做神的食物 在我身上的偏助 所以有没有看到 刚才在千禧年 大地的环境跟情况 有些什么特别 它是营业社会 它是营业社会 真的好像是过去 共产主义所描写的 各尽所能各取所需 大家都是可以享受 所做的所栽种的 而且白岁死的 还是算受重 没有死亡啊 有长寿 就是可能活到两百岁三百岁 寿命会延长 然后狮子 跟羊羔可以一同的生活 不会咬来咬去 所以整个万物复兴 其实这个万物复兴呢 在心悦里面 十六行传 都有提到这个事情 我们放到十六行传第三章 第三章二十一节 十六行传三章二十一节 天必留他 等到万物复兴的时候 就是神从创世以来 接着圣先知的口所说的 透过以赛亚 特别讲到这个万物复兴 这个万物复兴的时候 被领导的 就是我们刚才所读的 以赛亚十一章跟六十五章 所描写地上的这种的光景 好像回到原来一电源 所以要注意 千禧年里面 带下两方面的复兴 信仰的复兴 也会带来万物的复兴 两方面的复兴 那么 今天 其实天和光景 有些国家也经历到 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 看过 El Segozo 他所带领所谓的城市的转换 一个国家信了耶稣之后 连他们的土产都不一样 会带来 信仰的一些的福音 会带来这个 这个 这个国家的环境 各方面的改变 其实这些事情已经部分在应验了 的确 一个国家信靠神 他真的会经历生命纪二十八章 所有的祝福 所以为什么我们中国要归向神 美国慢慢远离神 所以各方面都败坏 贫穷 艰难 当一个国家真的是归向神的时候 他的各方面 真的神会 在这个气候啊 环境啊 土壤啊 各方面都会有一些祝福的 那在千禧年呢就经历到 因为信仰而复兴 神的掌权 万物也复兴了 那么这个千禧年的产生 我们知道是因为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 灭绝了仇敌 那一个最明显的经文呢 我们看《奇事录》十九章 《奇事录》十九章 从十九节到二十节 好 依然来 我看见那兽和地上的君王 被他们的重军都聚集 要与骑白马的兵 他的军兵征战 那兽被情啊 那在兽面前承行 歧视迷惑兽 兽印记和外兽之人的假先知 也与兽同被情啊 他们两个就活活的被扔在 烧着的硫磺火谷里 所以 二十一节一同来读 其余的被骑白马 者口中出来的剑杀了 非了都吃饱了他们的肉 所以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 用到口中的气 口中的剑灭绝仇敌 也把敌基督跟这个假基督 这个假先知 请拿丢到硫磺火谷去 所以耶稣基督降临 灭绝一切的仇敌 那么也就印验了诗篇 第二篇 这个弥赛亚的诗篇 他得了权柄 得了列国 把仇敌打碎 如同姚丈的瓦器 那这个千禧年 基本上是在大灾难以后 所以在马赛福音二十四章 二十九节跟三十节 讲到这个大灾难 但是在大灾难之后 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 就设立他的这个 千禧年的国度跟权柄 好所以我们就很简单的了解了 这个千禧年的产生 跟这个千禧年里面的内容 一个最重要的内容是什么 耶稣在地上掌权作王 就如同今天的犹太人 一直所盼望的 那个政治性的弥赛亚 到了千禧年的时候 就彰显了 是真的 他们所想的是真的 因为他们抓住 纠约的丹尼里书 以赛亚书的解释应许 是真的 但是他们没有想到 解释的应许 要在耶稣基督 第二次降临在地上 才能够应验 所以他们看耶稣第一次的降临 在伯利行 在拉萨勒 他们觉得 不像以赛亚 因为他们所要的是这样一个政治性的弥赛亚 所以第一 我们看到这个千禧年国度是耶稣实际的掌权作王 第二看到什么特点呢 在千禧年里面 因着撒旦被捆绑 耶稣在掌权 信仰大福兴 万民流归这上 而且是个和平的国度 这个公义的国度 更是万物福兴的一个国度 可以 可以说 预长 这个 新天新地 那个荣耀的光景 好 所以关于这个千禧年有没有问题 所以在千禧年里面 一般的老百姓还是吃喝假娶的 但是唯一就是他们长寿的 可能活到几百岁 他们没有污染 蛤 我说他们没有污染 没有什么 污染 污染 应该是 被神 就是 做了一些的炼镜吧 我猜 最主要是因为撒旦被捆绑了 被捆绑了一千年 对对对 人人都是可以得到他所努力 所努力的结果 环境太好了吗 就是没有那种 有 还是 所有都归向耶稣 因为我们前世是亚当的后一 亚当 因为这是亚当的罪信在里面 就不太过经历 就是大部分都归向耶稣的 所以大部分人有信 就是骗主的 所以大部分 一千年之后 杀来一出来又迷惑 结果他们又 又反叛了 又完了 就有点假信徒 就是 政治性的信徒 若不是圣灵重生得救的话 这个政治性的信徒是没有用的 所以 解释其中的原因 让我们看到 为什么三代一被释放 很多的国民又反抗神 也可以表明人的罪信 也可以表明人的罪信 假如若不是圣灵在里面更新的话 一个表面上的政治上的顺服是没有用的 那我们继续看我们的讲义 这个千禧年前派在教会的历史上 他的地位是如何 有多少人接受这样的历史上 我们发现 初代的教会 从第一世纪到第三世纪 大部分的教父 都是接受这个千禧年前派的历史上 包括格里面 包括尤斯丁 包括艾润柳 包括河土梁 都是非常有名的教父 那为什么初代的教父 初代的信徒 会接受这个立场呢 从他们的背景 因为初代的教父 特别受逼迫 他们包括保罗都觉得耶稣会随时会再来 在这个 他们觉得他们都在这个苦难灾难当中 唯一他们是比较多接受灾重被提 或者灾后被提 比较少灾前被提 因为他们在祖后三百年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进入这个大灾难当中了 所以他们觉得他们已经进入这个大灾难当中了 然后他们耶稣基督再来 他们在灾中被提 或者在灾后被提 然后就进入这个千禧年的活动 所以基本上 初代的教会 是比较接受千禧年的前派 这个也叫做历史性的千禧年前派 千禧年前派 那初代的教父他们接受这个千禧年前派 那这个也叫做历史性的千禧年前派 那这个也叫做历史性的千禧年前派 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呢 为什么有这样的分别呢 你看看这个 初代的教父 这个一千年 他们相信耶稣会在千禧年之前降临 但是他们比较多是接受灾中这个七年的灾难 受逼迫 很长时期的受逼迫 或者灾后被提 这是初代教会历史上的历史性的千禧年前派 为什么要加历史性呢 因为近代的千禧年前派 大部分受到这个 17世纪的一位神学家叫达比达比 他是最先提出这个 千禧年前派灾前被提 不需要经过任何的灾难 不需要经过任何的灾难 那也不完整 那不是有灾起灾灾灾灾 从这个的模式呢 就又产生 那达比是认为是传教会被提的 整个教会被提的 然后到了近代 就越来越多的一些的解经家呢 他认为是部分被提 得胜者被提 就是我们刚才所讲的 千禧年前派得胜者被提 所以那个的发展是这样的一个情况 那我们要了解一下 这个达比 看看我们的奖励 翻到后面一页 看到吗 他所提出的千禧年前派灾前被提 跟初代教父的千禧年前派差别在哪里 刚才提了 第一个差别 他是灾前被提 看到吗 教父们是灾中和灾后被提 这是第一个分别 第二个分别呢 达比认为呢 这个千禧年的国度的应许 是单单给以色列人的 是以色列 德国复兴大卫的这个政权 他们认为 达比认为 教会被提之后呢 不会跟耶稣基督一同家庭在地上 享受千禧年的作王 只有以色列人 或者符合的旧约的圣徒 进入千禧年里面掌权 这个千禧年是单单为以色列人的 不是为外邦人的 这是达比的一个观点 这是第二个不同 那么第三个更严重的问题呢 达比认为呢 在整个的旧恩历史里面 人类历史里面 神在不同的时代 设计了不同的旧法 也就是他所提出的时代论 我不知道 你有没有听过这个时代论 Dispensationalism 他认为 整个的人类历史 可以分七个时代 看看我们的讲义 第一个时代 当然就是 无罪的时代 在伊甸园里面 在伊甸园里面 神所设立的旧法是什么 亚当跟夏娃 如何能够继续的享受永生呢 需要什么 听神的命令 不吃三个果树 假如违反呢 他就失落了 假如他继续持守神 对他们的这个命令 他们会继续在伊甸园里面享受永生 解释 他定义的无罪时代 或者伊甸园的时代 然后大人堕落之后呢 他说人类都进入第二个时代 叫良心时代 你做事情 对得起良心就得救了 就好像中国的儒家 他觉得很多人就是 凭良心做事就得救了 这是他的理论 不是我们正统计较的理论 然后第三个时代 就是人治时代 那么设立这个执政掌权的地方公义 你能够守得住这些公义的法则 你就得救了 然后到第四呢 叫应许时代 那么就是 你要向亚伯拉罕信神的应许 就得救了 然后第五呢 是律法时代 就是从摩西到主耶稣 这段时间 你守十六戒命 守得住了 你就得救了 然后第六 是恩典时代 那恩典时代 就是什么呢 就是借着信耶稣得救 但是呢 巴比对这个恩典时代呢 有一个特别的看法 他认为这个恩典教会时代呢 是一个插入的时代 不是原来神所计划的 乃是因为耶稣来到地上 宣布天我尽了 这个天国马上就要临到了 但是以色列人拒绝接受这个天国 所以才把这个恩典 临到了今天我们的外邦人 所以他引用一些经文 我们来看看他的一些理论 我们先看《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马太福音》二十二章 从第一节到第十节 我慢慢来读哈 来了解这个大比的这个教会 是一个插入的计划 不是原来神的计划 原来神的计划是要 让以色列人得救 天国要赐给他们 但他们不接受 我们一同来第一节 耶稣又用比喻对他们说 天国好比一个王为他儿子怀世 举亲的言行 就打发仆人举亲 那是被造的人来复习 他们却不肯来 王又打发别的仆人说 你们告诉那被造的人 我的言行已经预备好了 刘和肥说 精彩了 不理会就走了 所造的人不配 所造的人不配 第十节 拿着仆人走出去到大陆上 所以大比认为 原来这个救恩的言习 是为以色列人 就是被造的人 神原来所选招的以色列人 但是犹太人不接受 甚至杀了他的仆人 甚至杀了他的主人的儿子 以色列人拒绝这个救恩 拒绝耶稣基督要带来的国度 所以因着他们拒绝 以色列人拒绝 这个救恩才临到什么 外邦人 所以大比认为 原来 透过耶稣基督要把这个国度 是给以色列人 神所选招的 但是他们不接受 才插入了教会 外邦人的得救 所以有点就像 本来以色列人 在神的心中 是那个正妻 我们外邦人好像是那个 怯 因为正妻 他逃走了 所以说把这个签拉拉上来 把外邦人插进去 而带来了教会的 这个外邦人时代 即是他非常偏向 对以色列人的过分的高举 即是大比的一个问题 那么我们再看一个经文 在路教会十四章 这种的时代论 我们基本不接受的 但是这个时代论呢 多多少少影响了今天 医生的教会高举以色列 从大比的理论 就开始高举以色列人 我们看路教会十四章 十四章的十五节 从十五节到二十四节 他也引入这一段经文 我们要来 同时呢 有人情情情爱 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 耶稣对他说 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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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推辞 同时说 我买了一块地 必须去看看 请你准我辞了 好我们都跳到后面 二十二节 二十二节 福人说 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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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主 勉强人进来 坐满我的屋子 我告诉你们 先前所请的人 没有一个得偿 我的言席 先前呢 原来这个 周恩的言席 是为以色列人 预备的 以色列人拒绝 所以才临到 我们刚才二十一节 后面没有读到 然后讲到 这个家族就动怒 对不认说 快出去到成岭 大街小巷 凌来这贫穷的 残非的 狭隐的 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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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外邦人 原来就如同一些 不配的人 瘸的 瘸的 狭隐的 被领进 这个周恩的言席 都产生了这个教会外邦人 外邦人教会的时代 但是大别认为 这个不是原来神的计划 原来神的计划 耶稣跟 以色列人 传这个天国的福音 天国进来 但是他们不接受 因着他们不接受 这个救恩才临死 临到外邦人 是他这种的观点 然后 这个教会时代 是临死的 所以 在中间 以色列人没有承接上去 所以 产生了一个教会时代 教会时代结束之后 就回到原来神 对以色列人的 那个国度的计划 千禧年 章选 而这个章选 千禧年呢 是属于以色列人的 外邦六分的 所以只有 旧约的 以色列人他们复活 他们 与耶稣基督 与弥赛亚 进到 这个 耶路撒冷的 大卫的宝座上 是以色列人 陪着耶稣基督 在耶路撒冷做王 我们外国人没有分 解释 打笔的 时代论的观点 所以 刚才 教会时代属于 第六个时代 第七个时代 它叫做 国度的时代 就是以色列的国度 就是 在旧约 特别以色列人所预言到 这个 这个政权 要担在弥赛亚的肩上 它有做在大卫的宝座上 永远做王 就归正到 以色列 这个国度的时期 那 大比的这种理论 基本的错误在哪里 假如我们从新的圣经的角度 来批判它 你会发现 它的错误是什么 那不是 他单单指的是以色列人 那不是 那不是聪明 那不是神说 哎 是的 是的 肯定不足超过以色列 还有上帝刚开始创造的人 他是什么人 亚当夏娃是谁 他的理论就是说 神创造了亚当夏娃 他们都失落了 直到神在这个 拣选了亚伯拉罕 所以只有 以色列人 那神拣选亚伯拉罕之前 亚伯拉罕之前 亚伯拉罕之前 亚伯拉罕前的人 也有何诚心意 那他以诺 你看 他与神同行 神就直接拣选了 对啊 所以你就发现 达比 他就单单只高举 亚伯拉罕 就约亚伯拉罕的子孙 以色列人的得救 他不觉得神在每个民族里面 神爱世界每个民族都有他的拣选 他觉得神的拣选 只有限制在亚伯拉罕的子孙 他觉得外班人是一个意外的差距 是因为以色列人 如我们刚才说读马太菲 读教福音 以色列人不要拒绝了 然后再临时出去找外班人进来 那其实这个解经是不对的 为什么呢 因为单单我们看以赴所书 你就发现神在创世以前 就拣选了教会 以赴所书第一章第四节 教会外邦人普世的教会 才是神救赎心目中的对象 所以譬如说我们只看以赴所书第一章 所以神永世的计划 不是单单得罪以色列人 虽然就会是从以色列出 但是其实神最重的目标 第一我们一种来读 第一章第四节 一种来 就如神从创世世界以前 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 使我们在祂面前成为圣洁 没有下次 所以神在创世之前 就已经预备了对外邦人的检选 不是因为以色列人不要 才临时把外邦人插进去 而且你发现 我们来看第一章 二十二节 一种来 有章万有伏在祂的脚下 使祂为了教会做万有之手 教会使祂的身体是充满万有之手 所以甚至耶稣基督为了普世的教会 领受权柄做万有之手 不是祂原来不是万有之手 祂原来就是万有之手 但是因为祂存心顺服祂放下 然后从父神那边领受万有之手的权柄 是为了什么 为了教会 因为祂成为教会的头 祂领受了万有之手的权柄 为了教会 可以把这个权柄 怎么 给教会的身体 把这个权柄 为了我们领受了这个权柄 可以赋予我们这样一个权柄 所以教会是神整个救赎计划的目标 不是单单只是以色列 以色列只是个企头 只是神计划的前面的一个小部分 因为从创世纪十二章 神拣选亚伯拉罕 就已经讲了 神拣选亚伯拉罕是为了什么 要透过祂是什么 万国盯着祂而得福 神的心意是万有 从一开始都讲得很清楚 要透过亚伯拉罕 祂的这个子孙 这个唯一的子孙 透过耶稣基督 透过耶稣基督使万国得福 所以 不是单单只是 单单看重以色列人 神在永恒的心意 在创世以前 在基督里面 就拣选了我们 甚至 我们的名字在创世以前 就写在高标的圣名册上 那么 不单从一幅手术看出他的问题 那么 从加拉太书也看出 不应该好像 高举以色列 觉得以色列才是神的 唯一的手案 我们看看加拉太书第三章 第三章的二十七节 我们读二十八节 改一下那个经文 应该是二十八节 二十八节用来 被不分犹太人和希腊人 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 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人 所以 犹太人跟外邦人 希腊人 在基督里都是成为一 都是合一的 都是一样的 不是说他们是主 我们只是一个旁支 大比的时代论 最要命的地方 最不对的地方 不单单是 过分的高举以色列的地位 更严重的问题 你发现 他说每一个时代 神有不同的拯救的方法 甚至律法时代 人是靠守律法得救 这个是完全不对的 因为在整个新旧约夹里好好研究 基本上 神的旧法 得救之法 只有两个 会不会觉得很奇怪 只有两个 因为 在伊甸园里面 亚当没有堕落之前 还记得吗 我们在 上这个清教徒神学里面 提到在伊甸园里面有个什么 公左之约 因为在和西亚书第六章 讲到亚当被约 神跟亚当 有一个立约的约定 这个约的要求 就是他顺服神所定规的 不自善的果束 在这个顺服跟定规里面 真的尊神为神 而不是他接受了魔鬼的试探 他要如神能知善恶 能定善恶 神要亚当 要我们人类守本分 你是人 你需要在这件事情上面 显明尊重神的权品 而不是你任意而行 你想怎么做 就怎么做 我想违背神的命令 就违背 我要如神 制定善恶 不以神所定规的善为善 不以神所定规的恶为恶 所以 在伊甸园里面 神对人类的保守跟拯救 是应做他的顺服 能够尊神为神 以人 为人 应该守的本分 这是公主之约 也叫做亚当之约 但是和西亚书说 亚当是要不要备约了 所以当人类多了之后 只有另外一种约 另外一个旧法 没有 六个时代 六种旧法 没有 天下人间 没有赐下别的名 可以得救 只有耶稣的名 恩典之约 包括亚伯拉罕的得救 包括这个 该隐亚伯的得救 亚伯是怎么得救的 对吧 西伯拉罕十一章 提到什么 他应的信 陷阱 他线上的纪物是什么 亚当得救 羔羊 从人的角度没有想 为什么把一个羊羔 那么美好的一个动物 那么万存一个羊 把他杀了 你今天杀掉狗都不敢 你还杀羊羔 但是 亚伯印着信 把羊羔献上了 他得救了 该有 不相信 为什么不能用我的努力 所生产的来献给神呢 他不知道 这个羊羔预表谁啊 耶稣基督 神的羔羊 除去死的罪 所以从旧约 从亚伯一直到亚伯拉罕 到摩西 每一个时代 其实人都是凭着信心 靠着献祭赎罪 献上羊羔 得救了 凭着信心 相信 这个羔羊的血 能够除罪 也可以说 从伊丹远之后 神 只有一个救法 就是这叫耶稣基督 在旧约他们 透过那个影儿 羔羊 他们献祭赎罪 信约 这个影儿 已经彰显出真体 是耶稣基督 接着信耶稣基督 他为我们 替罪待死 我们得救了 所以不是 新的时代 有七种的救法 只有一个救法 当亚伯拉罗之后 从亚伯 到现在 只有一个救法 就是只有接着耶稣基督 所以 打笔的时代论 七个时代 有七个救法 是不对的 什么良心时代 人守住良心的律法 就得救 这是错的 没有一个人守得住 守律法 律法 各位要他得救 也没有一个人守得住律法 所以假如真的照着所说的 没有一个人得救 只有接着耶稣基督 神的羔羊 出去死人的权 所以打笔的这个时代论 我们基本上不接受的 也否定了外邦人的地位 过分地高举 以色列人的地位 所以我常常说 以色列人 跟我们在神的拣选当中 是同样的地位呢 他们只是先进葡萄园 我们后进 只有先后 没有高低 没有高低 我们跟以色列人 在得救的以色列人 是同样得救的原则 应着神的拣选 跟神给我们的信息 亚伯拉因着信得救 亚伯拉因着信陷阱 得救 所以 那个得救的原则 是一样的 是羔羊跟信心 羔羊是神所示的 信心也是神所示的 所以以色列所说 第二章第八节 我们得救是本福 因着信 也并不是出于自己 来自什么 神所示 如同马丁路德所说的 信心是神的礼物 得救的信心 是神给我们的礼物 不是我们自己 有这个信心 因着神的拣选 神把信心交管下来 我们之前上学里讲了 亚伯拉因本来在 这个 这个 迦勒底 无尔根本是一个非常摆坏 摆偶像的地方 他怎么可能 他自己肯定也摆偶像 他自己肯定也摆偶像 他摆偶像了 亚伯拉因也是跟着摆偶像的 但是神主动的拣选他向他前线 而且把信心 赐给他 所以 也 不是 亚伯拉罕或是 亚伯拉罕的后裔 以色列人 有什么特别的 诱挡 世人都犯了罪 包括以色列人 亏欠神的荣耀 没有一个人配得救 所以我们今天得救的 神在旧约 定着他的主权 你记得我们讲保罗生学吗 透过罗马书第九章 还有罗马书第四章 看到 旧约的以色列人 是神的主权的拣选 同样神按着他的主权 他也有权拣选外帮人 有什么不可能 法罗说 所以 不能够高举以色列人 基本上以色列人 他们先进葡萄的人 而且是一个sample 是个model of God's love and faithfulness 是透过 神要透过这个民族 透过以色列人 对神的经历 让我们看到神的信实 跟拣选 所以神一定会保守以色列人 到最后传加得救 神的 他的 选招跟安慈是不会后悔的 要说明神在你身上 他不会后悔 他拯救了你 他拣选你 他一定会永远带领你 如同他一直在历史上 带领着以色列 不会 最终不会丢起以色列的 反而到最后 以色列传加得救 到最后 说说你接到人生的道路 上不走的 又跌倒又软弱 最终还是得救 神 他的 选招跟安慈是不会后悔的 所以 神要透过以色列 他的以色列身上的作为 让我们看到 要认识神的信实 跟他的慈爱 跟他的大乐 而不是 说把以色列 他就是比我们高一半 他只是个 要满房而已 好 所以 简单的对这个 打笔的时代论 做一些的 批判 那么 另外呢 我们简单补充一下 这个 千禧年前派 为什么会有 栽宗被提 跟栽宗被提 他们的一些 重要的想法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这个 《启示录》十一章 他们关于栽宗被提 很多时候引用这个经文 就是 这个吹号筒的问题 因为我们读到 《贴撒罗里加前书》 第五章 讲到号筒吹起的时候 就被提了 对不对 他们把这个 《贴撒罗里加前书》 第五章的号筒 跟《启示录》十一章 这个号筒 对当 所以他们才会产生 这个 灾众被提 我们看一下 《启示录》十一章 好 我们一段来读十一章的十五节 好 一段来 第七位天使吹号 天上就有大声音说 世上的国成了 我主基督的国也要做王 直到永永远远 所以他们把这个 第七位天使吹号呢 就对等于 《贴撒罗里加前书》第五章 那个吹号筒 就终生土复活 所以到什么时候才被提复活呢 要到了 摧第七号 以第七灾 所以 就是 再来我们看到 七印灾 七号灾 七晚灾 这个 第七号是在 中间的灾难 中间的灾难 众圣徒要经过了 这个 第七号灾 神的国灾成就 众圣徒在复活 被提 他们引用 这些的经文 就是把 这个号筒吹响 信徒复活被提 他们把贴钱 第五章的这个号筒 对等于 《启示录》 十一章 这个号筒 就是 第七号筒 灾结束了 然后 才被提 但是基本上 我认为 他们 不应该把这两个号筒 就是 关联对等 我们放在贴钱第五章 你看看 贴钱 讲错 第四章 不是第五章 你看到吗 第四章 你看到吗 第四章的十六节 讲到这个号筒的事情 一种来 因为主逼亲自从天降临 有副教的声音 或者天使长的声音 又有什么 神的号筒 虽想 拿着基督里死的 必胜复活 所以 他们把这个号筒呢 关联对等到 启示录第十一章 这个七号灾的那个号筒 所以 等于说 记得要经过前面的 第七个印灾 六个号灾 到了第七号筒 退队的时候 神的国债成就 然后被提 但是 其实基本上 这两个号筒 是不一样的号筒 来的 那个是审判的号筒 这个是得胜的号筒 不一样的 那刚才也提到了 千禧年灾前被提 特别解释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十五节到二十二节 所描写的 这些人 经历大灾难 是指到犹太人 所以刚才 唐英也特别补充了 特别讲到 有圣地 看到吗 这个事情是特别针对 在圣地 这些的犹太人 而且这个行毁坏 可忠物的 战略圣地 有圣殿 有爱之日 所以 讲到 经历在大灾难的解释的选民 是指到犹太人 不是指到基督徒 不是基督徒 要经过大灾难 看到吗 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我们再翻到《马太福音》二十四章 看看 十五节 你们看见《先知代理》所说的那行毁坏 可真的站在圣地 看到了吗 然后提到《安十日》 所以这些选民经过这个大灾难 这些选民是指到以色列的 不是指到一般的基督徒 爱主的中心的基督徒 已经就是被提了 就是这个主降臨之前的那个预兆 就是在后面二十四章 从三十二节所讲到被提的事情 所以不能引用基督徒 基督徒要经过大灾难 基督徒是针对犹太人 他们经过这个大灾难 甚至我们从《启示录》十二章 我们一开始读的 这个以色列人会经过三年半 厉害的给基督逼迫他们 前三年半的准他们可以献祭 就表示那个时候有圣殿 所以圣殿重建也是 耶稣基督降临之前的一个记号 因为在七年大灾难里面 有讲的有圣殿 前面的三年半 敌基督准许他们在圣殿先进 后三年半不准许他们 所以圣殿的重建 是耶稣基督降临在地上的 一个重要的记号 那现在我们发现 以色列他们已经把所有间谍的材料 甚至说月柜都找到了 隐藏起来 随时可以重新建圣殿 因为圣殿最重要的一个就是月柜 他们找到了 那我看了一个视频是讲到是 这个月柜是当年耶利米 就是他把这个月柜保守在格格他山顶的下面的一个山洞 所以当耶稣流出宝血的时候 那个血滴到月柜里面 成就了旧约 这个血要撒在月柜 百姓的罪才得赦免 那么这个月柜 所以以色列的政府已经早就找到了 已经放在一个非常秘密的地方 因为回教徒就是希望要 不希望圣殿重建 不希望他们有这个月柜 但是神的月柜 其实神有保守没有被破坏 所以圣殿重建是随时的 好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千禧年前派 就是栽权背提 做了一些简单的说明 也了解其中的来龙去脉 其实最当初提出千禧年栽权背提 是这个大笔 但是他的观点 很多基督徒不完全接受 但是他这个栽权背提的观点 是对的 但是到现在呢 更从许多经文里面 就是得胜者栽权背提 不是传教会背提 大笔那个时候是说 整个外方教会背提 因为他们无分于千禧年 所有都上去 不要在地上 你去一下脉落了好不好 来龙去脉 怎么产生 这个历史性的千禧年前派 跟时代主义的千禧年前派 不完全一样 好 有没有掌握到一个比较大的图画 可能前两堂听得糊里糊涂 但是只要抓住默示的九点 你们这个抛款也可以 我或许 我转给你们 你们再去看看这个抛款就懂 因为在讲义里面 我没有把中文翻出来 但是这个图是最重要的 把这个图 把它掌握 这个图是最重要的 一到九 九个末式的重要事件 把它掌握 不需要做什么事 那些不冷不认太爱世界的 到白的大宝宫的时候 不要说 第二次 你刚才会就是 这个 前面 你不用再犯罪了 你够住点 就 你复活基督千禧年的国度了 荣耀的身体 就是永远的 与耶稣基督同行 所以记住 同一次复活 有第一批跟第二批 在这个七年大灾难 一开始之前 有同一次 在千禧年开始之前 也有同一次复活 两个同一次复活 第一批跟第二批 所以很多新的观念 慢慢去消化 去了解 回去好好看讲义 因为杨牧师这本书 是写的 我找了好多起诉论的书 这本起诉论的讲义 是写的最棒的 但是也因为她太厚 没有人看 就卷版了 你要去买一本书 买不到 不出版了 你家里有电子版拿到中国去去 去买 我们的电子版也印得不太清楚 所以最好还是找到原稿 我有那个原稿的 但是不知道接来接去去到哪里去 我再找找 只要找到原稿了 我们来印这个Hot Copy 有人不喜欢看电子版 所以要开始看的时候 为什么那么紧张 你要开始看啊 看完之后 你说对整个的起诉论 真的是寥如指掌 要好有用心来读啊 那这本书 我就从第一页看到最后一页 早都看完了 好 我们一种起立 我们来祷告 明明就讲